面对朱棣的要求 海域战队一时间 竟是没人应答 似乎都是很不愿意 说好听点是服事 说不好听一点 那就是俘虏 队长 我们还没有办 我愿贫死一战 为何要就此投降 队长 我愿自报 护我海域尊严 此战我们还没有办 队长 一时间 海域战队便是纷纷站出来 表示拒绝这样的要求 朱棣则是没间赏过怒意 喝倒 我们服事的 乃是如今最强战队 为何不可 而且我们乃是海域的天骄 莫非真的非要战死在这里 大丈夫能欺能深 方能成大事 此战 我们败了 朱棣赫声说道 他的声音一出 顿时便是安静了下来 海域战队看着朱棣 想着一路而来 朱棣也从未坑害过他们 朱棣既然选择如此 自然便是有他的道理 俗话说得好 留得青山寨 不愁没柴烧 而且朱棣看起来五大三粗 心思却是缜密得很 他知晓 这一战可能会是让他们海域所有人轻蔑的一战 所以朱棣选择了退缩 这样的退缩 至少能暂时保住他们的性命 朱棣眼神再度扫尸一圈 骑星斗仙的气势便是陡然散发而出 看着下方的海域战队 再度诺声说道 交出你们的魂血 否则死 朱棣立合声传出 海域战队顿时便是变得鸦雀无声 海域战队之中 实力六星斗仙的强者 第一个交出了自己的魂血 而后众人便是纷纷地交出了自己的魂血 三十几道魂血 汇聚在了朱棣的手掌之上 而后他也是一点眉心 一滴魂血同样悬浮而出 然后丹西跪下 恭敬地递给了萧炎 萧炎并没有一丝客气 手指一点便是将魂血全部收下 主人 我海域战队 听候您的吩咐 朱棣毕恭毕敬地说道 你们的服饰 我暂时不需要 我也不需要你们跟随 你们可以走 不过在此之前 你必须承受他三权 萧炎缓缓地说道 而萧炎口中的他 自然便是他身旁的堕落之神 萧炎盘算了一下 若是真的在此灭杀海域战队 恐怕万界之中又会树立一个强大的敌人 血魂一如血气一般 萧炎掌握着他们的生死 不过萧炎并不需要他们来服侍 但龙翼和孝战风暴等人的伤势 自然不可能轻易罢休 至少要让朱棣也是付出同样的代价 朱棣闻言 眼神便是缓缓地看向了堕落之神 看着挺之而立的堕落之神 虽然只是和堕落之神有过一次交手 但是朱棣很清楚 眼前这道身影所蕴含的力量 究竟有多恐怖 不过听到萧炎说不用服侍 朱棣也是稍稍松了一口气 便是凝重地问道 主人 就三拳吗 三拳 你可以阻挡 三拳之后 伤我儿之事 就此罢休 不过你等还需要带我们前往海里 希望你说 能对付海礁的话 不是骗我的 否则 我会毫不留情 萧炎缓缓地说道 对于朱棣来说 萧炎已经极度压抑自己的怒火 堕落之神的三拳 足以让朱棣付出代价了 主人放心 海礁一族 我等自然有办法 此处由我而起 三拳变三拳 来吧 朱棣身上泛着金色雷霆 可见他的肉体力量也是相当强横 萧炎微微点了点头 堕落之神 脚步便是往前一探 拳头缩至腰间 以一种酝酿力量的姿态 便是朝着朱棣轰击而去 朱棣身上 先知元气涌动在四周 他已经将自己的肉身之力提升到了极致 做好了最强的防御姿态 所有的先知元气 犹如铠甲一般 流转在他的身躯四周 而面对呼啸而来的堕落之神 朱棣眼神微沉 有一股空气的压力 在他耳边刮得嗡嗡作响 他知道 眼前这道身影 虽然感受不到一丝先知元气 但是其肉身之力 却是足以碾压他 朱棣没有退缩 双拳往后微微一缩 看其模样 是准备与其硬汗一番 在下方 吴卫战队 古炎神族 以及海域战队 所有人的目光 都汇聚在了半空之上 看着上空两道身影 所散发出来的力量微压 都是让众人眼眸微微一缩 露出惊讶之色 真是不知 萧炎兄的这具傀儡 肉体达到了何种境地 光凭肉身力量 就能如此轻易地碾压一个奇形斗险 简直恐怖如斯 周长安眼睛微眯 喃喃说道 在所有目光的注视下 朱棣先知元气也是涌动而出 其身上便是泛起了层层金雷 四周的雨水 更是在他面前迅速凝聚 形成一道水面屏障 金雷玄尖全 思笑响彻便是看到堕落之神 身形暴力而来 两道身影 一道金雷弥漫 气势磅礴 一道则是没有任何气息波动 没有先知元气 也没有灵魂之力 但是身形暴裂之际 确实能够感觉得到 强大的力量所形成的威压 仿佛碾压着每一个人 令人呼吸都喘不上来 只见朱棣手臂之上 雷光闪烁之间 天空的雨水 也是盘旋在了他的前方 水光散发着波澜之色 顶刻间 在他的面前化作了一个水面屏障 一拳轰出 朱棣的拳头 率先落在了水面屏障之上 顿时间 水面屏障 宛若一块镜面一般 暴碎而开 而后无数的水珠 化作了强大无匹的怪力 朝着堕落之神席卷而去 无数的水珠散发着冲击力 竟是也让堕落之神 微微一顿 这种停顿 在一定程度上 还是削弱了堕落之神的力量 但堕落之神的拳头 虽然平淡 在朱棣的眼中 却宛如山岳一般 凶悍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众人看见堕落之神这一拳 皆是脸色微变 因为堕落之神所轰出的拳头 是将四周的气流都是声声带动 发出嗡嗡之声 在众人目光的注视下 堕落之神的拳头 终于与朱棣的拳头 轰击在了一起 堕落之神这一拳 对于没有修炼肉体力量的 寻常斗仙来说 将会是致命的 肖炼兄的这具傀儡 肉体强悍程度难以想象 恐怕就算这朱棣 能阶下三拳 就算不死 也会使重伤受伤 我怀疑这朱棣 也很难撑得住了 周长安缓缓地说道 眼中泛起精芒地 看着堕落之神 此刻他便是觉得 肖炼就是凭借这具强大的傀儡 战胜了斗神联盟战队 果然不出周长安所料 半空之中 朱棣的身形 几乎是双方拳头触碰的一瞬间 他便是如断了线的风筝 直接倒射而出 半空之中 更是一口鲜血喷出 静止暴退了数百丈之后 身形落入森林之中 硬生生地刮倒了一大片森林 最终撞在一座小山之上 砸掉半边小山 才是停了下来 这一幕 几乎是所有人 都没有想到的结果 半空之中的堕落之神 仍旧是挥拳的模样 旋即才缓缓地 重新变为寻常的姿态 助力于半空之上 似乎他没有受到半点伤害 众人看着被朱棣飞出去 造成大片的破坏 便不由地咽了一口唾沫 看向堕落之神的时候 眼中皆是露出骇染 这究竟是什么怪物 才有的肉体力量 一个奇形道现 还是专修肉体的 一群便是如此凄惨 魏凯也是震惊不已 此时对自己的肉体力量 但越来越觉得 自己是那般的脆弱不堪 烟尘渐渐散去 所有人的目光 都是锁定在了远处的碎石之中 不知朱棣情况如何 按上碎石才是微微动了动 而后一道身影破开碎石 从那之中冲了出来 不过一只手却搭了着 手臂之上骨刺横生 显然已经断掉了 劈头散发 模样狼狈不堪 嘴角溢出鲜血 然后露出笑容 身形再度缓缓地飞了回来 然后看着萧银 笑道 主任 来吧 第二剑 下方的海域战队 皆是脸皮扯动 眼眶顿时便是有些湿润 便是有人怒吼一声 皆是暴力而出 队长 我愿替你承受第二剑 队长 我也愿意 海域战队的众人 纷纷站了出来 看着朱棣受伤 他们的内心 也是心如刀脚 不过 也从这里看得出来 朱棣 也绝非是一个自私之人 否则战队 也不会如此团结 朱棣看着飞到他面前的众人 一时间 朱棣也是微微一愣 而实际上 此时此刻 看着眼前的三十几人 朱棣心中 却无比感动 在这一瞬间 朱棣便是微微一笑 似乎自己付出的一切 都是值得的 不过 这种感动 朱棣却并没有表现出来 反而是怒火冲天 便是对着众人怒吼道 都干什么 要造反吗 海域战队 面对朱棣的怒火 众人皆是无动于衷 三十几人挡在了 无恙狼狈的朱棣面前 他们知道 朱棣在一拳之下 都是受伤严重 何况他们 这一拳下去 恐怕会被直接打死 但是没有人畏惧 他们眼神坚毅 若是第二拳再让朱棣承受的话 恐怕朱棣第二只手臂 也会被废掉 三拳根本不可能接得下 远处 萧炎看到海域战队 挡在了朱棣身前 这一幕 也是疏忽了萧炎的预料 堕落之神 身躯准备再度有所动作 脚步往前一踏 便是看见 其脚底之下 虚空都是唯唯一颤 堕落之神的第二拳 就要再度挥出 堕落之神只是一个傀儡 他并没有情感 依旧继续听从萧炎的指挥 朱棣见状 便是着急不已 急忙拨开众人 但众人却是死死地 挡在了他的身前 朱棣知晓 无论队伍中 谁挡下这一拳 都会重伤 或者直接死亡 你们疯了 会死的 朱棣疯狂地吼道 三十几人 形成了一堵人墙 将朱棣团团围住 这一幕 也是让下方无畏战队 以及古炎神族所有人 都是为之动容 乱世之中 这种情感 显得是那般的格格不入和珍贵 眼看着堕落之神 便是再度掠到海域战队面前 裹挟着凶悍力道的拳头 便是即将倾泻而下 最终 萧炎还是缓缓地叹了一口气 眼下 海域战队一众 都是抱着必死的心理 他们已经做好了死亡的准备 堕落之神几乎拳头 都挥在了半空 但萧炎的命令 却是让他不得不停下 拳头停滞在了半空 所有的力量都倾泻而出 刮起了飓风 仅仅只是进风 也是将海域战队一众的阵型 给打乱成了一团 四散开来 甚至只是进风 都有几人受了伤 朱棣看着亭下的堕落之神 眼眸微微一缩 然后目光颤动地 看着远处的硝烟 多谢主人 朱棣拱手抱拳 脸上皆是恭敬 不必谢我 这两拳便暂时牵着吧 萧炎面无表情 淡淡地说道 说完之后 身形便是落下 一招手 便是再度把堕落之神 收入了空间戒指之中 此次出来的时间 已经比之前久了 不过也很快要到极限了 这次 萧炎能够控制这么久的时间 其原因除了丁月 不断完善之外 还有战斗并不激烈 若是在激烈的战斗下 堕落之神 很快便不会受控制 想要长时间地控制堕落之神 恐怕还需要不断地去改进 以及萧炎实力更强才行 朱棣看着萧炎缓缓离去的身影 眼神也是微微一正 感受到堕落之神一拳的威力之后 朱棣心中便是更加地敬畏萧炎了 若是萧炎想的话 这具傀儡几乎无人能挡 当然朱棣并不知晓 其实萧炎也没有办法完全控制堕落之神 至少在朱棣的心目中 他则是认为 是萧炎仁慈放了他们一马 但的确也是如此 若是萧炎依旧让堕落之神挥出第二拳 起码会让海域战队付出惨重的代价 但萧炎却是被海域战队一众的行为有所感动 再加上龙翼等人 也仅仅只是重伤 朱棣承受了一拳 以及整支队伍都奉献出来混血 这样的代价 也是足够给龙翼和兄弟们一个交代了 在朱棣发愣之间 萧炎侧过身 扔了一瓶疗伤丹药给朱棣 然后缓缓地说道 把伤养好 接下来还需要你们 说完之后 萧炎便是朝着下方自己的战队略去 周长安此时看着归来的萧炎 眼神比之前更加敬畏了 不仅是周长安 古炎神族曾一度对无谓战队有想法的众人 在这一刻 他们才知道 这支战队的恐怖之处 可不仅是表面看起来这般弱小 一具傀儡便是足以傲然于所有战队之手 以至于他们还有什么样的底牌 也无人敢妄加猜测 周长安立刻上前 微微拱手一半 说道 此番 多亏萧炎兄相助 都怪我们一时大意 也是害得萧炎兄儿子受了受伤 我周长安 定会补偿于萧炎兄 周长安凝重地说道 在离开之际 他答应过萧炎 要好好保护龙翼 但如今 龙翼却是所有人中 伤势最为严重的一人 无碍 龙翼已经没有大碍了 萧炎摆了摆手 对于同行的孝战 风暴 以及南尔明 他们的伤势都较轻 甚至刚刚都参加了战斗 不过龙翼暂时还是昏迷状态 不过身上的伤势伤痕 却以势已极快的速度结合 似乎很快就能愈合 此番也不能怪你们 毕竟对方的实力的确很强 而且人数上占据极大的优势 被偷袭也理所当然 这朱棣有勇有谋 倒是一个能人 兴许接下来的路 他们还有点作用 也算是因祸得福 萧炎再度缓缓地说道 听到萧炎并没有责怪于他 周长安也是微微有些动容 萧炎虽然五星斗星 但是他的背影 却是让周长安都感觉到 无比的伟岸 萧炎兄 第二副丹药炼制成功了吗 周长安问道 萧炎轻轻点了点头 这护随雷灵丹 倒是耗费了不少心血 在最终炼制成功 他的手掌一摊 护随雷灵丹 便是出现在了他的手掌之中 成功了两枚 你我更一枚 萧炎便是大方的 扔给了周长安一枚 护随雷灵丹 毕竟无论如何 这单方是周长安所处 药材除了雷灵之外 都是周长安所处 各自一枚 也是情理之中 周长安 接过护随雷灵丹 看着手中 甚至还带着 电弧闪烁的丹药 酥麻这感 传入了他的手臂之中 眼神 也是顿时浮现出了 难以置心之色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响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